這就是我想要講的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有遇到一個 日本客人 那個時候我正好在廚房裡面 就是整理廚房 他打開來就說我的褲子被潑濕了 然後呢 這是你們空服員的錯 你要處理這樣子 我就想說 空服員潑濕了 然後我要處理 空服員潑濕 你為什麼不找那位空服員處理 你就現場被潑濕 就是說你幫我處理啊 因為他在氣頭上 你必須要馬上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就說好 不好意思 那他說你可以 你要把我的行李拿下來 我裡面有備用的褲子 我說好 沒問題 我就幫他把行李拿下來 然後讓他在那個 我就想說 那就請您到洗手間裡面換 當然 他說不用 我就要在這裡換 廚房裡面的空間大 我要在這裡換 我說好吧 那現在因為沒有人 我就說好 那如果您堅持的話 我讓您在這裡換 那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那本來就是一個open space 然後好了 我就這樣子關完了以後 就跟其他的空服員講 先暫時不要進入到 這個廚房裡頭來 後續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拉開那個門簾 然後露出一個頭跟我說 你進來我需要幫忙 我說 不好意思 因為您是男性 我是女性 我覺得這樣可能不太方便 我說 我不管 你要進來幫忙 我說有什麼需要嗎 我說我現在褲子換好 我跟你講 你這件褲子的話 你要幫我洗乾淨 嗯 我先想 蛤 可是又不是我脖式 為什麼要我洗乾淨 而且其實我們飛機上的話 會有所謂的cleaning coupon 就是可以發給旅客 作為清洗卷的 這個其實我就可以用 發給清洗卷的方式 然後就結束這件事情 他不要 對 他就說我不管 這個東西對我來講很重要 我怎麼知道那個 我現在要去外地 我怎麼清洗 清洗完了以後 話也耽誤到我的時間了 那怎麼辦 我說那好吧 那我先用小蘇打水 先幫您處理一下看看 那等一下您看看怎麼樣 你要不要先回座位 堅持不肯在那邊看我弄 然後弄一弄的話 終於好不容易 真的是上天幫我 那個污漬去掉了 然後他就說好 你成功的去掉那個污漬 可以了我放過你 Case Close 真的嗎 他用了這個 Case Close 這個專業的名字 你有沒有找到 到底是哪一個 弄的還是他自己 就是純性要找你查 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他已經處理完了 第二件事情的話 在下飛機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累了 累了以後的話 不會有人在想要討論 這件事情到底是誰是誰非 可是你看你剛剛嚇到我 就是我以為他把那個門簾 他不是露個頭出來說 你進來幫忙 你知道這基本上 如果在陸地上 就偷出來打一頓 這根本就是歧視的性騷了 對 這就是啊 我們也很希望 可是問題是 你在飛機上的時候 大家各忙各的 沒有人可以挺身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你這個時候 在叫其他人的時候 其實以公司的這個 這個政策來講 他會希望說這件事情 是平安的 可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就好了 你們會在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你們有倉單嗎 你們會從倉單來對這個人的 是誰會變成黑名單嗎 對啊 會不會 可是經濟艙的旅客 你沒有所謂的名字 經濟艙的旅客沒有名字 經濟艙的旅客的話 我們是無聊人 我們是無聊人 不是人 他只有編號 沒有名字 對 他不是跟壽型人一樣 對 壽型人 9527 大概這個概念 你講那個魷魚遊戲也可以 他只有編號 每個人都是這樣 可是瑜伽像這樣的話 對於空服人員 這算OK嗎 我一定不會這麼做啦 但是我也被空服人員 波施過 是嗎 對 就是 原來那個人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對 真的不是我 對 就是空服人員要專業一點 不要想看我的 spatial 我在飛機上被人家 我們換下一個 對 誰會想看你的spatial 可是我那次真的是蠻妙的 我飛回來 然後我在看電視 然後看電影看得很開心 我真的被就濕了 就是有一個風服人員 他應該在倒飲料或什麼吧 然後我就感覺上 就是我慢慢的濕了 然後我也說 奇怪 這電影的感受什麼那麼好 背脊發涼 是真的發涼 後來回頭一看 他真的有點恍神 他還在繼續倒可樂 然後就倒在我的座位上面 然後我說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他不只是我的背也濕了 然後我連我下面的座墊也濕了 但是我自己打開上面的行李棚 然後拿著 因為我去出差 我還有衣服跟褲子 我是去洗手間 我沒有在廚房 我也沒有打擾任何的人 然後我們就回來看 然後我就說 那我可以換其他的座位嗎 然後他們就去看了一下 他說沒有辦法 這一台 都滿的 都滿的這樣子 好 他們在現場就是很帥氣 就有男的空少來 就開始拆 我沒有想過 拆椅子 對 拆椅子 上面的那個椅套 跟你的那個整置 就是你的坐墊其實是可以調的 他就說沒關係 我們拆完之後有沒有 我們有備用的 會幫你裝上去 我就說好 那沒有問題 我就在那邊等 就等了半天 就一直沒有人來裝 然後我就去廚房那邊看了一下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 我給你一點毯子 我說毯子幹嘛 他說因為我們忘了帶那個備用的 所以我就是 所以拆起來沒有那個坐墊那些 就拿個毯子墊上去 對 他就是剛架而已 他就是鋼架 所以你坐在鋼架上 對 我就坐在鋼架上回來 而且我也沒有客宿 人真好 對 鼓掌 真的好 真的 我真的叫鼓掌 那就把東西倒在客人身上 或不小心弄髒弄什麼 應該很常見吧 我自己曾經就有發生過一件 非常非常糗的事情 然後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就是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說服務 像是啤酒類的東西 我通常 基於安全的理由 因為有時候會突然間搖一下 有沒有 這樣子很危險 所以我都不會打開 直到客人面前的時候 幫他打開 看起來又非常的優雅 然後又讓他覺得說 哇 好特別喔 你在我面前幫我開酒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的話 我平常都這樣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拿根筋不對了 我就在廚房裡面 先把啤酒給打開 然後拿過去 拿過去的時候呢 好死不死的 就在拿到客人面前的時候 那一瓶酒 就莫名其妙在我的面前 這樣咚一聲吊在它的 尷尬的位置上 而且我剛好有預感 就想說我這樣做 我也許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那個時候 當一大句以後 這時候音樂響起了 嘴巴空氣突然凝結 然後所有人都這樣看著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空氣凝結 凝結十秒鐘 凝結了三秒鐘 這個時候就要反應了 我立刻跪下來 我那時候當下 因為我知道那一排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做久了以後 我們就知道說 這是台灣客人 這是日本客人 這是美國人 我一看到是日本客人 因為他們其實飲酒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豪邁 開心 放得開 那我一看的話 我就立刻跪下來 我就說 不好意思 用那個道歉的最高鯨魚 然後我就說 這是非常抱歉 然後這個酒就倒在它那邊 然後我立馬 把這個把它反轉過來 就剛好還好 它不是潑灑了整片 它是那一滴 可是一樣在那很尷尬的位置上 可是這個時候我能擦拭嗎 五根我能擦拭嗎 不行 不然我心騷擾怎麼辦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了慘了 那我這時候趕快回去拿了很多的 濕紙巾 濕毛巾 然後給這位客人說 真的非常抱歉 可是這個位置只有你能夠自己擦拭 請問你有備用的服裝在上面嗎 那還好那個杯杯也喝得有點恍神了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我先擦一下看看 沒有 他沒有到呆久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他有點小怒 對 因為畢竟被這樣子對待 然後你又沒有幫他擦拭 他可能有點小怒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好 那讓你擦拭 可是我繼續跪在那邊道歉 請問一下跪是真的 兩個膝蓋跪下去嗎 跪下去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會弄多久 所以基本上以我們的經驗來講的話 道歉經驗豐富的 這種資深空服員來說 你最好是 因為蹲久了你腳會麻 你跪在那裡的時候 客人不僅會覺得 會覺得說你非常有誠意 另外他也會覺得說 你都已經這樣的低姿態了 請問一下 跪完以後回家 午夜夢回的時候會不會哭 其實我覺得 我不過是來做一份工作 我就算有疏失 我跟妳道歉真的是應該 要用到跪 我覺得一份工作來講 對我來說 應該是要讓它完整圓滿的 結束這一趟旅程才對 所以對我來說 不是跪的話是自尊的問題 而是說這件事情 我會不會有比較省力 我站在省力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說其實這樣子的話 客人會稍微開心一點 而且我也會覺得省力一點 而且一般來講 如果說台灣客人 我看到如果你跪 我會跟著你跪 我說好 沒關係了 貴太離譜了啦 如果台灣客人 我覺得如果你跪 我一定跟你跪 不是 因為他 所以剛剛瑞秋就講 是台灣客人他就不跪了 我們又有一點這個 你剛剛講說 你看得出來是什麼跪了 我們兩個律師聽起來 都是這樣子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日本 為什麼日本客人就跪 那些男人突然間 這樣一起瞎眼 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是違規的 不是 感覺上就突然 我們聽起來邏輯 就是這樣沒有問題 沒有 那請問一下 如果是台灣客人 你就是也是掉在 那個尷尬的地方 你會怎麼樣 我還是一樣會跪下來 不會啊 你剛剛講說 你看出來是日本客人 你才會的啊 並不是這樣 因為真的就是我的錯 而且我會發現說 那是我完全沒有發生過的失誤 這些年來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失誤 OK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驚慌 可是我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的話 後來的話就是 我再補滿他三瓶酒 那他就開心了 然後這時候他拿了以後 就不斷地把自己身上潑濕 然後跟你講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酒 但後來就真的開心了 OK Visa 你有碰過客人要求按摩腳 因為你剛剛說按摩 真的要你幫他 難的 是一個阿姨 他就是因為前面的航行過程中 跟他聊天都滿愉快的 然後他就會跟你聊 他自己家的事情 他要跟你交心 他要把他所有的煩惱 他所有的需求都告訴你 所以他過一陣就是我們睡覺 他讓旅客的休息 休息到一半 他就是又把我叫住 然後他就說 可以幫我按腳嗎 按腳 就可以幫我捏一捏腳嗎 這樣子 小腿肚嗎 我是沒有再詳細的 問他哪個部分的需求 那他說按腳 他是不是就把腳伸起來了 他就說 你可以幫我捏一下腳嗎 我就說捏腳 我就說你怎麼了嗎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我就是已經飛了十幾個小時 就是我怕我會血栓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應該是 還是我幫你廣播找醫生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想要捏一下 這樣子 OK 林玉鳳你會幹這種事嗎 我不會 但是我原本以為 你這樣講是有這個服務 所以我也想說 下次拿阿嬤姐要 要求一下這個服務 不是 可是如果這樣講 有人會這樣子要求 阿姨會這樣要求 就有可能男的 也會有這樣一些的要求 有沒有碰過像譬如性騷擾的 有 或是說要毛手毛腳這些怎麼辦 我有遇過就是那個客人的話 在我們 趁我在關行李棚的時候 因為我個子也不算高 所以我在如果關像747 那麼高的這個飛機的時候 我必須要上去 如果蓋火鍋的話 那個當然有點離譜 我是要站在就是有一個 那個就是 Foodrest的地方 然後這樣踩上去 踩上去的時候呢 那位先生就直接這樣 環抱我的大腿 那時候飛機上都有人嗎 全部都是人 因為在Balling的時候 而且全刻滿 然後我整個嚇傻 而且抱大腿的時候 他那個臉部其實就是 已經貼在我的大腿上 那是非常非常靠近 我比較私密的一些地方 我當然是整個嚇到瘋 然後呢 他就跟我說 不是 你來幫我 不是這個方法嘛 對啊 我整個傻住了 我下來了以後 我就腦筋裡面 飄過好幾種處理的方式 我先想這件事情 我到底要鬧大還是要怎麼樣 可是因為這個公司的Policy 就是認為大事話小 小事話無 對不對 這種事情也要大事話小 小事話無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心心想說 好 可是我還是要跟他講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一定要讓人家知道說 旁邊的目擊證人知道說 有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他說 請你不要這樣做 因為用日文講的時候 會有一個請字 然後 而且不是用那個命令句 然後後來他有回到廚房以後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超鬧的 我為什麼沒有大聲的呵斥他說 你不能這樣做 你不能碰觸我的身體 對啊 然後當下他其實被我這樣講了以後 他有一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知道他喝醉了 因為他滿臉通紅啊 是嗎 就像Visa講的時候 他已經是沒有 他還是清醒的 是嗎 他是借酒裝瘋嘛 真的很可怕 所以那時候我只能說 好 我跟其他空服員說 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想要換一下工作區域 然後他們就說 好 那他們也換工作區域 可是大家換了工作區域 還是會怕 你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伸出魔手來啊 因為其實很多客人會 不知道說要怎麼樣去叫空服員的時候 就會這樣搓 你知道嗎 這個有一個都市傳說啦 什麼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他說就是如果第一次碰到你們的 比較私密的部位 比如說大腿外側或是臀部 因為有時候你們在售貨的時候 或是你在推這個飲料餐飾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不應該的都市傳說 但是這都市傳說是說 說什麼 就是你到第三次的時候 你才會有法律責任 五哥真的是這樣子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他的意思好 你哪裡來的都市傳說 哪一個都市 對 你告訴我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剛才瑞秋講的 我就覺得這都市傳說 可能有所本喔 你看你都被碰大腿了 你還沒有去刺責他找航警上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第一次的話 你們會認為是不小心的 第二次你們是不是才會再去 通知其他的主員說要注意 到第三次的時候才會去處理他 請問一下 不小心手碰到 那可能告訴你我是不小心 瑞秋你再告訴他一次 他剛才是怎麼樣對你的 他是環抱我的大腿說他抱我 對 所以你看可是 沒有 但是 所以他是故意的 你們也沒有處理他啊 所以到底有沒有這都市傳說 五哥你覺得這算是 都市傳說是成立的嗎 不是你就應該直接呵斥他 我這個棒子給你 你直接打他 什麼叫都市傳說 沒有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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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了沒有了 你有碰過類似靈異的傳說啊 以往我們在飛這種 東南亞的航班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泰國 我就在那個房間裡面 我常常會感覺到就是 有人影或有聲音之類的 那可是我從來沒有在飛機上遇過 那那一次他在飛機上的話是 就是也是有一個印尼當地的人 然後一個瘦瘦的工人 他帶了一罐類似好像什麼東西 一個布包這樣上來 那通常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會知道的話 可能有一點嘗試就知道說 像骨灰潭 那一類的東西是屬於行李的東西這樣子 他是可以放在上面 你不一定要買座位 可是像以往 像我們台灣人的這個習性 就是認為說死者為大 我們會買一個座位 然後希望空服員要一樣幫他上餐服務等等 那他就這樣子拎上來了 拎上去的時候他就說 這個東西要小心清放 我就說好沒有關係 那因為我也怕會碰壞 我就說我幫你清出一個位子來 然後讓你直接放上去 那這個空間是比較大的 比較沒有人會碰撞到他 他說好謝謝你 然後之後的話就大概就是 因為那是夜航班 所以我們就是照常的服務 服務之後的話 我讓其他人先去休息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在顧廚房 然後等就是也是尋常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突然間覺得說 好像有人在外面 然後又有人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送毛毯 然後到比如說31K好了 31K的座位那樣子 我就說好 然後他說那是給我弟弟的 我說好沒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去找毛毯 然後我想說因為冷 然後給一杯溫水 很OK 正常 我就拿過去到31K的位置以後 然後就發現說 那個人的話他倒臥在那個地方 然後好像有點在冷 我就跟他說不好意思 我就蓋上去毛毯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醒了 因為他想說有人碰到他 然後他就說 那個怎麼會有毛毯 我就說 因為你剛剛可能是 因為是用英文講的 我就說 那個可能是你哥哥 就是你哥哥的話 剛剛有跟我要毛毯 然後他就說 我就這樣子講完而已 我還沒講完 然後他就打斷 我說我哥哥 我哥哥 我哥哥在上面 我說上面 我們沒有二樓 我們這飛機沒有二樓 什麼是上面 他說 我哥哥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罐子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哥哥是在外地工作 然後他因為在工地的時候 受傷死掉了 所以說我是要把他接回來家鄉的 我聽了以後我心裡想 怎麼可能 這麼清楚的聲音對不對 然後那個感覺怎麼可能是錯的 我就不信邪 我就整個這樣客艙這樣繞一圈 沒有 就是沒有我剛剛所看到 或是那個形象的人這樣子 還好 我以為瑞秋說他不信邪 他就跟他說 你把包包拿來 我來把那個打開看看 裡面到底是不是這骨灰